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的荆州帮助当地百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你也是好管闲事之人 那便与我一同插手此事如何 你可是刚刚来到此处 可惜 这一带全都遭了妖魔的毒手 我注意到那些妖魔不仅会杀害百姓 还会将一部分活着的人掳走 而且都是前往同一方向 我此前游历各地 也未曾见过会将人活生生掳走妖魔 感觉气力正在修饰 这是什么水 我之间都会是想是在这边 我一定会在这边 我认错了 请您的数捧场 在我仍是婴孩之时 老爹就离开了家 母亲独自将我抚养成人 尽管不然 但总算能维持生活 只能维持人 母亲死于妖魔之手 突然出现的永远 袭击了我的项目 母亲为了保护我 如果当时能我拥有尽情的势力 如果老爹没有离开家 我有另一个地方 一边寻找老爹的下人 一边斩杀勇猛 终有一日 我要杀尽世上的 再让老爹在武器分手没罪 这便是我想做的事 再让老爹回来 帮我去 就来 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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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还有烦人 这只妖魔 莫非就是那英雅 在里妖魔八号圈里 都不要那么多了 先解决眼前这只妖魔 只差一点了 速速解决 只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看来令此地变成一片废墟的 便是你了 这是莫完莫六 是那刘备的部下 关羽 都怪你 痴疑你当年狠心抛弃弃子 一去不回 母亲才会惨遭妖魔毒手 莫非你是 总算找到你了混账老爹 我来找你算账了 让儿等受苦 实在抱歉 平儿 为父定会去拜祭你母亲 并尽到仁妇之责 但眼下为父仍需辅佐兄长 拯救黎民 平儿 可否助为父一臂之力 也好 等我杀尽妖魔为母亲报了仇 再与你算账 妾身来的可是时候 见过嫂嫂 此二人是 不必 看到了 此乃弥妇人 常为兄长打探之 二叔今日甚是见谈哪 方才那人果然是袁淑 可是 关某听闻袁淑已死 不错 不错 本应已死之人 却又出现在这荆州 还四处强弩百姓 利用丹药将其变为妖魔 可恨的妖人 妾身会继续尾随打探 二叔 就先带此子去见见夫君吧 可是 你可愿随妾身同去 我 明珍 明珍 此地气愤诡异 想必元十代 wie朝 就在部门之处 先在附近探查一段 再返回跟夫君商议 下一步该如何吧